大家好,我是魔人 今天回來繼續跟大家玩《精靈之望》 相信大家都應該玩到30-40 其實我覺得這遊戲40才是真正的開始 因為我們星星的路途是非常遙遠的 40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比較好的裝置 例如紫色的裝置 即是結束的裝置 很難掛網 這遊戲基本上主線已經無法滿足我們的經驗值 如果我們不掛網 即是不不斷打小怪的玩法 是不能升到的 就像我們以前玩網路遊戲一樣 可能升一隻角色也要升成... 一個星期 可能只要升一兩個級別 也要用一個星期 跟大家說回來 如果大家真的不能打碰 建議大家去蘇班特拉龍場 如果你想要…… 喂... 不是啊 我一飛車去 我一飛車去海稀要塞 一旁已經差很遠了 其實這是個界線 因為這個海稀要塞的小怪實在太強了 所以建議大家去蘇班特拉龍場掛在那裡 那裡亦有很多玩家在掛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看 另外那裡的怪物的輸出 也很低 另外跟大家介紹一下活動 即是任務 合作團體戰 以及周間團戰 周間團戰 消滅食人魔 便可以獲得小型魔法碎片 而這些小型魔法碎片 能幫助我們製造更強的裝備 當然只是森林之劍 但森林之劍 最後可以成為一件傳說裝備的金色裝備 所以大家謹記 如果大家說 喂 不對 我不夠裝用 簡單來說 只需要多打消滅食人魔便可以了 先跟大家玩一次消滅食人魔 食人魔方面 如果玩到30多元 都非常容易打 加上現在遊戲推出了一段時間 其實已經有很多高手會帶來 所以不用擔心 我們看看吧 它有56行血 基本上這裡我自動可以了 一開始可能要避 很簡單 如果大家要避 它會出一個紅圈 大家只需要退出一點點 這樣就可以避到它的攻擊 但這裡沒有避到狂暴化 因為它還未避到 大家看到紅圈 立即避到避便可以了 其實不用避 以我們的輸出 大家看到 其實我的輸出也有47% 打了一半的傷害 第二個跟大家玩的是合作團體戰 剛才那是周間團戰 現在玩合作團戰 有三個分別 就是襲擊下水道 守衛魔力 封印裝置 以及守護雷人攻防 我自己欠的券數是不足夠的 怎麼辦呢 很簡單 如果大家做完每日的任務 已經拿完了 其實可以用金錢 即是我們賺到的錢 還可以買入場券 只需要我們進入商店 然後按入場券的位置 然後你就會看到 合作團戰入場券 按一下 好 這樣就買了 我們出場券 好了 為何會這樣選擇呢 因為這個合作團戰 守護雷人攻防 其實他獲得更多 其他的獲得比較少 不過如果打上去應該也不會少 合作團戰有什麼要注意呢 就是自己一個不要入場 大家看到這個左下角 其實配對中可以立即進入場 但是你不能配合 也不要硬來 因為一個打其實是很辛苦的 另外就是 如果大家真的沒有場券 可以等等 或者是組朋友一起進場 那就不用一定用這個配對系統 當然啦 這個配對系統是非常方便的 建議大家可以用 不一定要組隊 組隊可能有時候會找朋友 未必有這麼多時間 我們直接進來等待時間 這個守護魔力裝置非常簡單 我們只需要不讓中間的漏斗 類似漏斗的機械裝置 不要讓它爆炸就可以了 基本上要注意的就是 我自己會走進去中間的裝置 如果走得太遠 有時候怪物已經衝過來 回不前去守 看到這個魔力裝置 也有16萬的血量 如果整隊都是夠實力的話 基本上是夠打的 即是不會被老鼠扣到血量 基本上這樣就打完了 我們倒數時間 就完成任務了 獲得這10張碎片 我當然建議大家每天都打 因為如果想獲得更多新角色 又或者增強自己角色的能力 這個活動 對 合作團戰就一定要玩了 接下來就介紹一些比較容易的活動 就是我們不用等時間 因為這個合作團戰 要每天有階段性的時間 你會看到到結束為止有1小時21分 以及到結束時間1小時21分 所以大家記得 另外有些灰色的任務 其實是我還沒足夠成就分數 不過它也是有限的 星期一 星期四 星期六 星期日 所以大家就留意 按進來之後再看看時間 因為有時候可能只差幾小時 每天都是定時的 例如11時 中午就會開放 下午和晚上都會開放 大家自己看時間 這樣就比較容易控制 接下來就是經驗值副本 金幣副本 技能成長副本 還有強化材料副本 還有符咒成長副本 這些副本其實相當容易打 選擇自己級數的怪物就可以了 但經驗值等每天副本 其實不用擔心 因為它不會消耗券 所以如果你失敗了 它可以讓你再打 我自己選擇所有40級的怪物去打 首先打了經驗值副本 暗黑騎士 對我來說沒有難度了 40不算太難 我們衝過去 因為我有補血 亦不算打得辛苦 建議大家用一隻補血 否則真的會比較辛苦 來到這裡 打了差不多一半血 補血幫我們補血 好 其實我們需要避 不過我夠打就不用避了 暗黑騎士的攻擊 有向前斬 以及360度範圍斬 其實是夠時間避 你看到下面的紅印 走開就避到了 這樣我們可以獲得了 300多萬的經驗值 非常快 這個是經驗值副本 我們另外去打金幣副本 也是選擇40 因為比較容易 這裡是橫向的戰鬥模式 我們只需要一路向前走 攻擊所有的怪物 就沒問題了 我們就看到BOSS了 40的地下戰鬥木雕娃娃 好 向前輸出 腳踏這裡 大家看到 如果他打開腳踏的話 其實我們要馬上走 翻滾 他頭上有技能 所以要他打開技能 看到獨跳時間 我們就要走 不然就會被他命中 其實走還是走遠一點 你無法向其他方向走 所以是很單一的回避方法 我不迴避的原因 最主要是我頂得順 有寶師可以補血 你看到完全沒有難度 打40 打50就要比較辛苦 打50應該暫時未必足夠 因為我們的防禦不足夠 所以打50的時候 真的要看自己的等級 如果只有40多 打50的副本是沒什麼可能的 選擇非常簡單 難度可以增加或減少 還有技能成長副本 還有強化材料副本 符咒成長副本 這些全部都要打 因為技能成長副本 可以幫我們取得技能書 強化材料副本 可以取得強化符文書 符文成長 這樣可以取得符咒碎片 其實打法一樣是橫向 我就不多介紹了 另外跟大家說 每天都要打PVP 如果你打PVP 其實PVP的排名是有獎勵的 當然了 越前越高 我自己只是黃金衣服 其實都是藍鑽 因為人們的實力越來越高 我都越來越墮後 所以排名獎勵我都低了 另外就是昂卡羅 昂卡羅這個玩法就是 我們進去打怪 以及守衛著一個裝置 就像剛才那樣 只不過獲得的東西不同 我們贏了最後BOSS 會獲得獨特星階石 以及武器提煉石 以及防具提煉石 所以這個都一定要玩的了 最後就是試煉的決鬥場 每天一定要打 因為獎勵有錢和決鬥幣 盡量打 打到多少場就打多少場 他會每天更新 所以不要留 先打到所有角色死掉 即是打到盡量就可以了 決鬥場的商店 非常簡單 有卡片換 野獸戰士 可以換上野獸戰士 以及一些強化穩定劑 還有一些... 升階碎取石 活動上基本上就是這樣 希望這段短片 可以令大家更容易明白 這遊戲如何容易上手 影片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喜歡 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觀看 拜拜